不要地下道,不要高架橋 不要用高架橋的方式 高架橋會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 譬如說整個環境的景觀 地下道是比較能夠一勞有力 比較不會有交通會去拘開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按照政府當初的規劃 用地下道的方式來進行 在這個會議之前 我們本來認為說 編造在一個改善交通的地下道 可是會議過後 就是在當天沒有任何名義的代表之下 市長就強硬地說 這個未來要改成一定要建一個高架路橋 這樣其實是對於交通並沒有改善 而且之後會造成像是相關的噪音 或者是空污相關的問題 就會大點數影響 很大的混擾 而且屁不一定能夠改善交通車流 現在縣政二路跟文中路口 因為那邊有一個附幼館 然後還有一個籃球場啊公園 很大的一個環保綠能的公園 所以我們這個附近的居民呢 都常常在傍晚的時候 會過去休憩跟運動 所以其實這個路口 本來就有很多的親子在這邊穿越 那這個高架橋這樣子 蓋下去以後 會讓這個速度加快 造成這個路口的危險 會讓大家這個附近的鄰居 未來再穿越這個路口 會增加非常多的危險性這樣 陸橋或者是地下道的部分 那麼現在我們已經跟營建署 有要到這個經費來試做 那麼我們未來是高架 或者是未來是地下道 我想這個還要以現場試做的這個問題 來做評估 那麼我們也希望這個工程 我們希望由中央營建署北公署來試做 這個部分我們會在近期內 儘快跟營建署來做延商 那延商過後看是由中央內政部來做 或者是由縣政府來做 或者是由左北市公署 那時候定案後 那我們會就是 承辦的這個單位呢 我們會陪同 就是一起來開說明會 那麼會把這個中山路、環北路、縣二路 底下的這些環線等等 到時候會把資料全部調出來 然後讓周邊的我們這些鄉親都能夠了解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個原因在哪裡 那當然這個高架也好 地下也好 我們希望能夠盡快把它完成 讓周邊的這些 五叉路口的這個交通能夠改善 那避免這些其他的用路人 他因為等紅電燈等太久 就會穿到小巷子裡面去 就造成原本的這些租戶的交通更加的不便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盡快在短期內 能夠盡快來試做 讓它盡快完工 解決掉我們這整個道路的問題